这名保安所要签名的方式非常特别 只见他摘下自己的骷髅头 放到偶像的怀里 然后用相机拍照留念 原来这里即将开展歌神的演唱会 小格为了能得到他的祝福 争取早点回到人间 于是凭借入场券混入晚会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歌神 就这样 歌神带着小格到处游玩 并且还要他坚持自己的梦想 小格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在日出前不能回去 就要永远成为骷髅人 真不想把你送走米格 我真希望你早点死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在此时 埃克托突然出现 他拿出照片 让小格一定要记得放回去 然而歌神却一把将照片夺走 两人随之争吵起来 原来他们两个人之前是一对音乐搭档 眼看就要事业有成 埃克托因为私家心切 决定放弃名利陪伴家人 歌神见劝说无效 便动起了歪心思 于是在埃克托的酒里下毒 随后霸占了他的所有歌曲 凭借这些歌曲 他迅速成为人人敬仰的歌神 而埃克托因为长时间消失 家里人连灵堂的位置都没给他留 一想到这里 埃克托就朝歌神扑了过去 却被安保给托走 我只是想回我的家 不 小格不敢想象 眼前的歌神竟然是这样的人 歌神也不再掩饰 当即就安排两个人把小格托走 然后无情地丢进水潭里面 小格拼命地呼喊着 看着自己慢慢蜕变的双手却无能为力 就在此时 埃克托找了过来 小格非常自责地对他道歉 如果早点听话回家 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埃克托安慰着他 可下一秒 他身上突然闪着光 然后摔倒在地上 原来留给埃克托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快把我忘了 谁 我的女儿 所以 你那么想过强 就是为了去见他 我只想再看看他 我的可可 小格听到可可直接愣着 那不就是自己的太奶奶吗 看到照片的埃克托 我们 是一家人 原来埃克托才是小格的曾曾祖父 可真向来得太晚了 他们无法离开这个大水潭 这时 曾曾祖母骑着宠物找来 成功救下二人 在小格的解释下 多年来的误会终于解决 而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要夺回埃克托的照片 于是一家人混进了演唱会那场 然后在后场室内找到了歌神 并且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眼看人多势众 歌神转身就跑 在几人的成功配合下 曾曾祖母成功拿回了照片 可因为无意间站在升降台上 登上了演唱会的舞台 在众目睽睽下 边唱歌边和歌神斗智斗勇 在歌曲结束的最后一秒 成功从歌神手里夺回照片 接着一把抱住埃克托 下一步就是送小格回家 但这一次他改变想法了 你永远 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有多么爱你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歌神一把夺过花瓣 准备置小格于死地 机智的姑妈则悄悄把摄像头对准歌神 在万众举目下 歌神的阴谋彻底败露 但小格还是被一把丢下了舞台 好在被曾曾祖母的宠物救下 回到舞台的歌神 也遭到了观众的谩骂 紧接着被曾曾祖母的宠物一把踹跃 就在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可埃克托唯一的照片却丢失了 而此时来到了日出的最后时刻 埃克托告别小格后 送上了最后的祝福 他不求自己还能存在 只希望小格能平平安安回家 伴随着埃克托的祝福 小格回到了人间 他赶忙跑回家 来到房间找到了太奶奶 可无论小格怎么说 太奶奶都听不尽任何话 就在即将放弃时 小格拿着地上的吉他 弹奏了埃克托的歌 没想到太奶奶竟然跟着唱了起来 然后在书本里翻出照片缺失的一角 原来在太奶奶心里 父亲永远陪在他的身边 半年后 太奶奶去世了 埃克托的照片也被摆上了灵堂 小格也经常和孩子说起他的传奇故事 而亡灵世界的埃克托和家人 也手拉手通过花瓣桥来到人间 来到家人身边 一起在歌在舞 或许我们最亲的人永远都没有离去 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 这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最后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